黑猿 大家好 我是黑猿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也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孔雀魚界傳說中的人物 那這是安德魯 安哥 大家好 我是安德魯 大家都叫我安哥 那今天也很榮幸能夠來到高雄雪珠展 接受黑猿的採訪 我跟安德魯也是認識很久了 那我們也很少有機會這樣見面 因為安哥平常都在世界各地的旅遊 而且在孔雀魚界他主持很多比賽 擔任很多世界大賽的評審 那他自己本身在孔雀魚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深入 那今天我們也希望可以請教安哥一些問題 那我想問安哥 像是你怎麼會有這個因緣機會 會想要踏入孔雀魚這個行業 其實呢我接觸孔雀魚是在我在念大二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美國波士頓念大學 你在波士頓讀大學 對 然後那個時候呢就是因為很無聊嘛 住的地方就是好深好水很無聊 所以就想說在客魚的時候養一缸魚 然後就上網去搜尋 然後就無意中的找到美國孔雀魚協會的一個網站 然後我就開始聯繫他們 美國孔雀魚協會 對 然後我就聯繫他們了 然後就參加他們的聚會 對 那就被孔雀這個小小的魚 然後有那麼漂亮的尾巴還有顏色所吸引 那我開始養了我第一對孔雀 那是藍巢尾 藍巢尾 對 藍巢尾是你人生中的第一對孔雀 對第一對 那後續你怎麼樣去深入的 達到你現在的了解這樣的成就 那個時候因為經濟還不是說很獨立 然後就靠我買的第一對孔雀魚 那一對藍巢尾 剩下的紙袋 也給我帶了一些零用錢 所以他在美國他們是也是透過網路嗎 還是說用什麼樣的方式 沒有那個時候網路還不是很普遍 那個大概是1998年吧 喔1998年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積極的參加 當地的孔雀魚的魚友聚會 喔魚友聚會 對 欸他跟我們台灣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地方 嗯非常不一樣 嗯 那美國那邊呢 是每個月固定會有聚會 然後是每個 每個鎮或者每個 每個州都會有一個 一個協會 然後大家都會帶魚 然後帶一些食物 就好像一個party一樣 在不同的會員的家輪流舉辦 這樣子 喔在不同的會員家 然後大家帶自己的工具回去 對 那有時候我們會交換 有時候我們會做買賣 嗯 對那時候是大二 嗯 整個氛圍跟我們亞洲很不一樣 所以後來就是 後來呢 後來我就大學畢業了 大學畢業之後 呃我就 到新加坡 去創業 回新加坡創業 對那時候我就 你知道我創什麼業嗎 欸我還真的不曉得 哈哈哈哈 說你也不相信 嗯 我開了珍奶店 珍珠奶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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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你賣過珍珠奶茶 對對 那時候一開還開了四家 四家 對 喔 安哥館 這是題外話 來題外話 那時候呢 就是太忙了 就忽略了 沒什麼養魚 啊 那過後呢 覺得 嗯 錢是要賺 但是 心裡 有點空虛 有點空虛 所以又養了 嗯 又養了 所以又回去養魚 喔 那養魚之後我發現 亞洲 跟 美國 就是那個時候 有一段距離 就是 養魚那方面的距離 就是我們那邊 是研究上嗎 還是 都有 我們也沒有一個正式的一個協會 或者是一個 一個組織來 對 凝聚所有的養 嗯 所以那時候我就 心想說 欸 那不然我來成立一個 孔雀魚協會 孔雀魚 所以這應該是 華人世界裡面第一個 孔雀魚協會嗎 不是不是 嗯 決定不是 但是是 馬來西亞 喔馬來西亞 第一個的孔雀魚協會 所以在2002 2003年 嗯 我就跟幾個好朋友 成立了馬來西亞 孔雀魚俱樂部 嗯 那那個時候呢 嗯 大家的認知都是 孔雀魚是 很便宜的魚種 對 對 台灣一開始也都是這樣 對 所以那我經常說 既然美國可以賣得那麼貴 對 那我們這邊 以我們的天氣 嗯 我們的水族設備 是 是 或者是我們對水族的認知 我們絕對遠遠可以超過 老外 嗯 嗯 所以我就成立了這個協會 我的目的呢 就是說想要 嗯 把孔雀魚 好好的在 東南亞這個地方 來推廣 嗯 嗯 嗯 那像 做了這麼多年啊 嗯 這樣針對因為很多新手 一直進來這個市場 對 你會對一些比如說 新進的他對孔雀有興趣的玩家 嗯 他們會推薦說 你可能比較從 什麼樣的品系去入手 會比較簡單 不會挫折感那麼重 嗯 其實 以現在網路那麼發達的情況來說呢 我們的 建議可能 已經沒有那麼管用 怎麼 對 因為網路太發達了 所以 現在的 現在玩家呢 其實新進的玩家也非常的 比較 比較貪心啊 通常一開始都會 買好幾種 自己喜歡的 嗯 品系來養這樣子 一般上不會專注在 單一的品系 對 都會 朝多樣化去發展 是是是 那 你有沒有覺得說 哪一類型的啊 會是你比較 覺得 不會有那麼 那麼挫折感 嗯 當然有啊 因為孔雀魚呢 有分很多種面 種類嘛 有單色系 有紋路的 有槽尾 有雙劍 特殊尾形 那給新手的一般建議呢 就是可以先從單色系的 來入手 那單色系的 單色系列的 有像是莫斯科蘭啊 對 全紅啊 那主要你可以先挑 野生色的 野生色也就是說 眼睛是黑色的 不是白紫 白紫眼睛會是紅色 那他們體色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 沒那麼鮮豔 而且他們 因為缺乏那個 黑色素嘛 呃 身體缺乏黑色素 呃 眼睛視力也沒那麼好 所以 生小魚的時候 呃 他們會 會吃小魚 喔你是說白紫嗎 白紫 對 就是白紫的小魚 會比較容易 損耗率比較高 對 所以不建議從白紫開始 對 建議從單色系的 野生色的單色系 對 因為單色也比較容易維持 像我們買純品系的 墨蘭 譬如說墨蘭來說 那 如果是純品系的 那 紙袋呢 百分百應該都會是墨蘭 喔 如果你是要養紋路系的 像 蛇王或者是蕾絲 是 那你要做 一個固定的維持 嗯 那可能對新手來說 會比較 有難度 就比較難就對了 OK 那像 安哥你跑遍全世界嘛 嗯 那你會這樣看下來 你覺得 美洲啊 跟我們亞洲 歐洲這樣相比的話 差異會在哪邊 呃 我覺得 目前我已經到過 33個國家 33個國家 我可能 台灣33個縣市都未必有到外 那這幾年來真的是 有看到很多不同 場的比賽 是 還有就是 每個玩家的心態 每個地方的玩家的心態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對 亞洲呢 我們亞洲的玩家會偏向於 呃 養魚呢 可能要 賺錢 是中國人大概都會有這種 這種感覺 對 但這沒有錯 這沒有什麼對錯 那你養魚的話 沒有賺錢的話 你最少也要補助一下水電費 是是是 飼料 對 那歐洲人呢 就比較不會這樣 他們 養魚主要是 呃 比較傾向於 基因的研究 喔 基因的研究 對 基因研究 他們會 譬如說雙劍 雙劍的基因是怎麼樣 要怎麼去改 要怎麼去維持 他們都會做一個深入研究 是 是 那我們 可能不會 那麼 那麼認真 不會到那麼深入嗎 對 那 在買賣方面呢 歐洲人會 比較傾向於說交換 交換魚種 交換魚種 他們不會直接用金錢來做 對 有時候就是我們 去歐洲比賽的時候 他們會 互相交換 交換魚種 對 那我們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咱可以看得更遠 那安哥呢 就是我們的巨人 那他 那我站在一個大塊的 旁邊 對 對 那安哥 我們花費了多少年 寫了這一本書 嗯 好 那今天呢 也順便 跟各位觀眾 介紹這本書 孔雀魚寶典 那孔雀魚寶典呢 從一開始策劃到完成 嗯 大概花費了15年的時間 15年 對 因為這應該是目前 世界最齊全的一本 孔雀魚圖鑑 對 如果是以中文 孔雀魚專書來說呢 是 這次也是15年前 出版過後 到現在 嗯 的一個 唯一一本的 最齊全的圖鑑 對 對 市面上最齊全的圖鑑 幾乎是每一個品系的 不同的品種的魚 嗯 我們都有拍到 那 這要非常感謝 魚雜誌的社長 蔣孝明先生 不吃老苦的 在台灣各地的 去玩家的 魚室去拍照 嗯 那當然除了圖鑑之外呢 還有介紹就是 孔雀魚的飼養方式 這是圖鑑方面 嗯 南瓜的 魚種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廣 那後面還有就是 每個國家 那時候我去過的 參加過的比賽 當過的 評審的 嗯 比賽的那個 過程 跟紀錄 對 喔這樣非常的豐富喔 第二側 就是有 嗯 孔雀魚的 賤賞 喔這邊還有 喔有教要怎麼判斷 對 那你以後 如果你養孔雀魚的話 你可以朝這方面去看 以後可以 把你的魚養得更好 去參加比賽 然後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種品系都有教你怎麼去養 喔它介紹的非常詳細 對 因為對初學者來說 它要找出什麼叫蛇紋啊 對 然後 還有這一篇文章也是一篇經典的文章 因為半月型孔雀魚呢 是好幾十年前 商業漁場 都是小半月 我們叫小半月 那這幾年來呢 半月型 變成這種 180度的 微型 就有點像 鬥魚的那種標準 對 那已經有 玩家改成 越來越大 我已經改到這樣子90度了 對 驚人 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半月型的孔雀魚 已經被列入世界孔雀魚 比賽嗎 對世界盃 世界盃的其中一個分組 已經列入分組比賽中 對 那我們今天也很謝謝安哥 他百忙之中 特地還可以過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謝謝 我跟安哥也是認識 我們認識十幾年 好久了 應該有超過十年了 對 超過十年了 那我相信 通過這個影片的介紹 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來飼養口雀魚 對對對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這個可愛的魚種 對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下面留言 他比我還熟 好啦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那我們這一次呢 準備了一套 上下集 孔雀魚寶典 大家對孔雀魚有什麼想法呢 或者是對安哥有什麼提問 可以在相方留言 那我們會從裡面抽出一位 來贈送一套孔雀魚上下集的寶典 那希望大家今天也能有滿滿的收穫 我是黑猿 大家好我是安德魯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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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